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少了许多经典桥段的现实参考 当然当她站在世界最高点的繁华与名利背后 死亡与悲凉始终如影随形 她就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第一夫人杰奎林 1929年7月29日 杰奎林出生于美国的上流社会家庭 老爸来自华尔街金融世家 老妈是个金融大亨的女儿 典型的社交名媛 换句话说不用上班 但是杰奎林出生三个月后 经济大萧条就来了 杰奎林的父亲投资一道股市狂线 亏了大半 赔掉了大部分资产 她还没学会走路 家道就中落了 变成伪贵族家庭 而父母亲的争吵也越来越多 眼看父亲大事已去 母亲再也忍不了她的不忠 杰奎林七岁时 他们就事情分居 两年后及1938年正式离婚 杰奎林母亲1942年再婚 继父是当时美国属于属二的巨妇小修 奥金科洛斯 算是钓到条大鱼 而这也是杰奎林成为第一夫人的关键一步 1947年 杰奎林18岁中学毕业 她在毕业纪念册上填的志愿是 绝不做家庭主妇 这一年 家里为她举办了盛大的成人 1947年9月 杰奎林进入享有圣语的 全女子瓦萨专科学院 当时她的梦想比较少女 想当模特混时尚圈 嫁个普通的富二代 然后她老妈就跳出来给她洗脑 你要么找一份正经工作 做个独立女性 要么就嫁给金字塔顶端的男人 千万不要半吊子啊 不如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 嫁个美国总统吧 这时 她认识了股票经纪 Joe Hustit 与她年龄相当 出身银行世家 与巨富Edge & Close 家族是世交 门当户对两人开始约会 但也想到以后 这我怎么嫁了 杰奎林总觉得不甘心 订婚后不久 杰奎林在同事记者的朋友 Charlis Brotlitz家族的晚宴上 邂逅了比她年长12岁的肯尼迪 两人并没有一见钟情 对于情长老手肯尼迪来说 杰奎林的长相不算美 方脸方塞 眼距尤其宽 做情妇索然无悔 结婚嘛 她还觉得没玩够呢 肯尼迪当时在政坛上 已经小有名气 对于婚事 她母亲更为着急 而杰奎林各方面 都是最理想的儿媳妇人选 尤其是她和布维尔 Asian Close家族的关联 显示她的家世 甚至要比肯尼迪还好 这绝对可以帮到儿子 肯尼迪在美国 算那上是风流王子 多少名媛 为得到她的垂帘而爱然神伤 唯有她在她面前不卑不亢 而肯尼迪也渐渐明白 这个女孩不一般 她有着聪明未知的头脑 和优雅尊贵的气质 很快 肯尼迪这个花花公子 就这样被高情商的杰奎林拿下了 认识不到几个月 她就按捺不住 向杰奎林求婚 她说杰奎林吸引她的 不仅是容貌 还有性格 修养 思想 艺术品味 说人话就是 这姑娘综合素质 实在是够啊 杰奎林没有立刻答应 她主动请去英国出差一个月 报道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典礼 想表达的意思很简单 没有男人 我也可以过得很充实 最后 杰奎林还是答应了肯尼迪的求婚 然后火速辞职 准备结婚身子 她的头脑很清醒 知道丈夫的事 比自己的工作重要多了 毕竟肯尼迪当时在竞选国会议员 为竞选下一届总统做准备 1953年9月12日 杰奎林与肯尼迪结婚 那场盛大的婚礼 被成为当年的年度婚礼 此前 肯尼迪的形象非常完美 除了一点瑕疵 一个没有家世的男人 怎么能对整个国家的命运负责呢 杰奎林的出现 完美填补了这个空缺 新婚院的她 迅速成为贤内助 算是成为第一夫人 做战情演习吧 她没有任何大小写架子 亲自陪丈夫去拉选票 向底层百姓讲解正式形势 在报纸写专栏竞选夫人 还帮丈夫出版自传 还拿了普利策奖 树立了亲民又聪明的公众形象 很快 她在整个美国人气爆破 也为丈夫拉到了大量选票 因为杰奎林除了优雅美丽 还有最大的一项优势 年轻富有朝气 这正是处于冷战英雲下的 美国人民最希望的 1960年 肯尼迪竞选成功 成为了美国总统 杰奎林也带着两个孩子 住进白宫 成为美国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第一夫人 当上第一夫人后 杰奎林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改造白宫 她发现白宫里 竟然几乎没有任何电视家具 和艺术作品 简直是个乡村招待所 于是她自己担起了责任 筹集私人资金 招聘学者和设计师 一年后 白宫内部的面貌焕然一新 直到现在 白宫内部的大部分设计和藏品 都是杰奎林的功劳 后面几十年 还有那么多位第一夫人 从希拉里到米歇尔 几乎都不好意思 改动杰奎林留下的陈设 毕竟 她是公认的品位最好的第一夫人 当时杰奎林每次陪丈夫 出席重大战盒 人们最关心的 不是总统和国家政策 而是她的穿着打扮 杰奎林出访国外时 总是穿着卡西尼设计的 简洁大方的套装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完美地运用了 服饰作为纽带与语言 被称为泥衣外交 它让整个美国 陷入全民花痴状态 甚至美国电台的广播员 在预报完天息之后 总要补上一句 晚安肯尼迪夫人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 但是肯尼迪过得并不快乐 因为丈夫实在太花心了 肯尼迪的情妇名单包括 小陈脱衣五娘 白宫女实习生 黑帮老大的情妇 瑞典高冷女歌手 还有美国另一位国民女神 玛丽莲梦露 渐渐的两人的夫妻关系 开始变质 两人与其说是夫妻 倒不如说是 并亲作战的战友 不过肯尼迪很清楚 杰奎林的价值 论气质论智商 只有她配得上 第一夫人的称号 1963年11月22日 这也是杰奎林人生中 表现最出色的一次 这一天 肯尼迪夫妇 乘飞机到德州 达拉斯市进行访问 身性张广的肯尼迪 选择了很张扬的敞篷车 车越来越接近市区 人群也越加庞大 危险也就在这时爆发了 第一声枪声响起 事后很多人说 听起来像鞭炮声 第二声枪声很快又响起 因为声响太大 人们意识到不是鞭炮 这时肯尼迪手臂伸起 握住自己喉部 疼快随着第二声枪响 接着第三颗子弹 又击中肯尼迪头部 将她的右脑击破 血浆脑组织喷射四散 无法转色随 鬼灵当时的受惊程度 直见她爬到后备箱处 捡回丈夫被打飞的一块头盖骨 这块碎骨 她一直拿到了医院 她很快爬回到座位上 将肯尼迪的头抱在自己的双臂之内 她不要人们见到 丈夫的脑盖已被打破 那束红色玫瑰 以及她的衣服上 都沾满了血迹 为总统开车的是保安队的司机 在意外发生之后 她已立即踩足油门 飞速向父亲的 Parkland纪念医院开具 半小时后 肯尼迪在医院里死去 同车的州长康纳利 也被击中两枪 受了重伤 副总统约翰逊夫人 这时到病房来安慰她 她说 我要大家都看见 他们干的什么好事 她如此明白 原本充满魅力的衣裳 沾满鲜血后 给人兴赢的触动 比言语更加震撼 她就这样参加了 副总统约翰逊的旧职宣誓 在历史上留下刻骨铭心的一幕 总统的亲弟弟 罗伯特克尼迪 牵着燃血的杰奎林回到住所 全美国人都会记得 11月25日的那天上午 在萧瑟的华盛顿的秋天 全身装黑衣 头戴黑纱的杰奎林 拉着一双儿女 主持了肯尼迪的葬礼 不到三岁的小约翰 认真地把右手举到额头 向灵鹫灵的父亲行礼 这一幕让无数人心碎 杰奎林的形象瞬间达到顶峰 在美国人心目中定格 一个坚强优雅的寡妇 此后几年 她过着低调的生活 专心教育两个孩子 她不想让他们染上豪门家族的恶习 风流放荡 举止高调 以免冲到父亲的覆辙 1968年10月 首刮五年的杰奎林突然宣布 她要嫁给希腊传王奥纳西斯 这让她瞬间跌下身谈 人生中第一次遇到疯狂漫马 还是报纸头条加杂志封面的待遇 看吧 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这个世贤如命的婊子 为了钱嫁给了那个又爱又愁的老头 或者说 她嫁给了一张空白纸票 美国人怎么都无法接受 他们最真爱 也是最美丽的那位第一夫人 竟然嫁给一个外国爆发户 现实中的希腊传王 并不是古希腊式的美男子 她相貌平平 出身草根 身材矮小 在婚礼上 她穿上了增高鞋 仍然比光彩招人的杰奎林矮了一截 最关键的是 她当时已经62岁了 有人说 杰奎林是为了保护孩子 因为就在几个月前 当年的噩梦再度重演 肯尼迪的亲弟弟 罗普特·肯尼迪 在竞选总统时被当街刺杀 他觉得待在美国 已经无法保证孩子的安全了 以一股无比强大的势力 试图让肯尼迪家族血脉断绝 当时 全世界有能力 保护这对孤儿寡母的人并不多 希腊传王恰好是其中之一 而此前 希腊传王已经追求了他好几年 一片痴心 为了保护孩子 他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誉 杰奎林以最华美的姿态 登上美国的权力中心 又以最悲痛的方式 离开这个 把他打造成一代女神的国家机器 然而 杰奎林与希腊传王的联姻 并没有维持多久 由于他们性格上的巨大差异 还是让两人举语不断 1975年3月 奥纳希斯在巴黎逝世 去世前 他签署了杰奎林的离婚书 杰奎林带着两个孩子 以及2000万美元遗产 回到美国 在传王的葬礼上 杰奎林终于不必过错坚强 她像一个普通的妻子那样 痛哭流涕 这时候 45岁的杰奎林 已经是世界上 经历最丰富的女人 因得过无数赞誉 也承受了万般诋毁 她决定重新开始生活 在出版社做图书编辑 年薪只有12万美元 读书和艺术 一直是她的两大爱好 她上一份正式工作 摄影记者 还是在20多年前 然后她成了总统夫人 美国寡妇 首富夫人 毕竟 两个丈夫太过耀眼 她再怎么努力 也一直被当做男人的附属病 这一刻 她决定做回一个独立女性 谁也没想料到 这份不起眼的工作 她竟然坚持了18年 直到她去世 而且 她工作态度认真 生活低调 只求做好编辑的本职工作 还把跟拍她的狗仔队 送到了警察局 在自己的努力下 她从助理编辑 升职为高级编辑 年薪从2万升至10万美元 既出版过畅销书 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步》 也出过无人问清的冷门书 算是一个 小有成就的读书编辑吧 这是她回归普通生活的18年 也许是她最快乐 最平静的日子 除了参加工艺和艺术活动 她几乎消失在了公众事业中 她找到了第三位人生伴侣 一位与她同岁的 比利时宜珠宝商 他们同居5年 直到杰奎临逝世 虽然没有结婚 不过婚姻对她来说 已经没有意义 她只想找一个靠谱 体贴的伴侣 共同度过人生中 最后的时光 让她欣慰的是 小肯尼迪 她最疼爱的儿子 终于长大成人 成为美国政坛新星 而且她长得还特别帅 这个曾经的美国之子 连续多年被评为 美国最性感的男人 颜值这东西 其因是关键了 但是 相同的悲剧 第三次发生 1999年 小肯尼迪飞机失事 又是一次见不得光的谋杀 如果不是这次事故 她肯定将成为肯尼迪家族 第二位美国总统 她几十年来 一直试图守护这个孩子 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名誉 最后 还是败给了人心和阴谋 不过 经过两次丧父之痛的结鬼里 并没有体会到 这次丧子之痛 1994年 64岁的杰奎林 因病去世 葬礼全球直播 克林顿总统发表演讲 这使她最后一次成为新闻头条 蹲上时代封面 不过 她将继续活在人们的回忆和想象中 关于她的传记 有好几十本 而她的形象 将在电影和电视剧中 被一次次重新演绎 上帝赐予她绝佳的天赋 同时也让她历尽苦难 她承受了这一切 始终保持尊严 优雅 以及非同寻常的智慧 她的趋势 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群立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